元档节过后还是有很多人喜欢华为的机型 像华为那几款比较热销的机型有卖着40扑弗 p40扑弗 以及卖着30扑弗 卖着30再加上罗娃八扑弗 其实元档节过后这几款机型并没有下调 反而上涨了一点 那么在华江北现在有着什么样的行情还原真实 我们去一趟就近 首先第一款就好比手里这一台p40扑弗这款机器 在上个视频我们说了拿货的话是3500 现在已经涨到3550了 为什么会出现反弹的情况 那是因为现在离过年是越来越近 市场上的机器也并不多 稍稍的上涨了一点 其实也是情有可原的 我记得每一年的这个时候都会出现价格上涨的情况 不过上台的范围不是很大 还是在可控的范围之类 当然了 像这款机器搭配的是海四70990的充力器 并且它也支持5G网络 用个35年还是没问题的 像华为比较热销的 还有卖着40扑弗这款机器 手里的这一台是8加256g的内存 在上个视频我们也说了 拿货的话是5100左右 现在也涨到了5150 这里所说的是国航数换卡 并且支持5G网络 当然这款机器搭配的是海四709000的处理器 屏幕的刷新率是90赫兹 当然你要升级鸿蒙系统也是可以的 在续航方面采用4400行的电池容量 再配备5000万像素的主镜头 用个两三年依然是没有问题 不得不说啊 华为卖的三明破了这款机器 这款手机说实在话 真的是受到很多粉丝朋友们的喜爱 首先第一点的话是它的手感比较好 其乐的话是它的 延迟也比较高 再加上它也是采用oled的屏幕 续航方面的话 也有4500行20的大电池容量 另外配备海四70990的充力器 像手里这一台是8加128的4G版 当然了 这款机器的话还有一个5G版本 如果是2000多的预算 想要考虑一台5G版的手机 并且是 985的充力器 那么可以考虑我手里这一台落8普洛 这一款机器是2021年6月份发布的一款机器 采用的是672英寸的屏幕 并且支持5G网络 搭配的是海四70985的充力器 屏幕方面搭配的也是120赫兹的屏幕高刷率 在续航方面也有4000行的大电池容量 我手里拿的这一台是128G的国行双卡 参考行情在25张左右 说了华为 我们就来说一下苹果系列 这不是离过年很近了吗 很多人想要选择一款新款的机器 新款的进行 首先我想到的就是iphone13 并且像这样新款的进行 电池的健康大部分上有100 像我手里拿的这一台是一台赶板的128G 赶板跟国行一样是支持原生菜的双卡 另外这台机器也可以理解为准新机 因为它充电只有两位数 官方在宝还有上不头天 外观的话基本上没有划痕 像这种准新 现在在华奸北市场参考行情在51张左右 同样如果说还有算卡需求的话 也可以选择iphone x 港版的这个机器 手里拿的这一台的话是一台128G的赶板 这个机器的外观可以达到98型的橙色 不过虽说这个机器可以支持双卡 当时的话电池相对来说比较偏低 还是那句话 如果说对电池的要求比较高的话 建议更换电池 目前128G在华奖北参考行情在20张左右 往下我们再来说一下手里这一台12婆罗256G 这是横阳的陈先生预定的一台机器 他说电池在90左右即可 因为自己的预算不太足 然后又想要一个双卡的机器 那么就还是选择赶板的了 手里的这一台参考行情在54张左右 当然了 如果说电池的健康在95%左右 那么他们会有150左右的差价 就我个人的建议 还是尽量选电池比较好一点的 因为12婆罗这款机器续航一般 好了 时间也差不多了 今天就跟大家先暂时分享到这里 点赞关注火狼哥选机路上少翻车 下期见拜拜